大家好 我是周琪默 我平时经常坐飞机去各地演出 然后我就特别讨厌坐百度车 因为我花的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全程的机票钱 我应该全程在飞机上 结果你把其中一段给我换成了公交 你开的时间短也就罢了 有的时候那个百度车开的时间特别长 在机场里绕来绕去 每次都让你误以为面前这家飞机是你的 每次都是 这个是我的吗 不是 这也不是 就一车人在机场里跟个回转寿司一样 我有的时候甚至怀疑是不是我们坐哪架飞机还没有定下来 是百度车司机带着我们现挑 这个不错 这个下去吧 这个挺大的 上了飞机我也难受 因为我这个身高的人 我特别害怕前面的人调座椅靠背 有的人是这样 他调的时候呀 毫无顾忌 就前一秒还好好的 下一秒咔 一步到位 那个架势就像要躺在我腿上一样 每当这个时候呢 我的手都不由自主地伸到他头上 哥 这个力度还可以吗 加点劲呢这块 你最起码能不能假装在意一下后面人的感受 虚伪一点 我每次就是 我每次都是一边缓缓往后靠呢 一边不时回头看两眼 其实你说看两眼一点用都没有 我就是给后面打个招呼 倒车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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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有的人他是在飞机起飞之前调 空姐一过来检查呢 他就调直 空姐刚一走咔又调回去了 就跟上学的时候躲班主任一样 看来以后飞机起飞前呢 空姐不能全在客舱里 还得留一个在外面扒窗户 还有我这个身高的人经常在飞机上帮人放行李 可以 无所谓 我挺愿意的 只不过有些人 他想让我帮他放行李呢 他不直接跟我说 他会在我面前试 直到我看不下去为止 行李架在这 我脑袋在这 他端这个箱子 奔着我脑袋就过来了 感觉让不你帮我 让不我怼死你 我有的时候帮忙都不是出于善意 而是出于自保 确实有的时候那个箱子呀 很小 但是他很沉 特别沉 特别能装 但那也没有我能装 因为一般我都会说 我说没事 你别伸手 我来我来 你放那是吧 那你放那边了 放那边了 他说啊 我以为你要放那边的 我说我也以为呢 还有在飞机上最激动的时候 就是空姐发餐 我也不知道为啥 那个飞机餐在平时我都不稀罕吃 但是到了飞机上 我如此的渴望它 那个空姐推着小车 从脸里出来的时候 我的内心就开始激动了 距离我还有两排 小桌板已经放下来了 脑子里一遍遍 台词都过好了 鸡肉的谢谢 鸡肉的谢谢 什么时候这个激动到了顶峰 就是等空姐到我旁边 开始给过到另一侧的人 发餐的时候 那种激动的心情怎么形容呢 你们给两条狗喂过食吗 你们大凡给两条狗喂过食 都知道 当你喂其中一条的时候 另一条在旁边 快了快了 到我了 到我了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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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时候的 我的注意力都在旁边 马上到我了 给最边的人发餐了 三 二 一 鸡肉的谢谢 先问他是吗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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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发现 现在飞机上 那个安全演示片 人家辛辛苦苦拍出来的 但是没有人看 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猜想可能是因为 这个片子里 没有任何的危机感 反而是充满了一种 轻松的情绪 比如这个空姐 给你演示 怎么给救生衣充气 全程微笑 这哪是给救生衣充气 这感觉就是 坠毁钱 喝了一口奶茶 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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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重要的视频 我觉得一定要抓人眼球 怎么抓人眼球 很简单 你就跟脱口秀大会学 比如你就拍一架飞机 迫降到了海上 但是每两个乘客 只有一个救生衣 他们需要一堆一battle 赢了的人呢 才有机会活到下一轮 当然输了的人 也不一定全都死定了 还可以争几个 复活的名额 没有争到复活名额的 可能就很生气 就质问机长 怎么开这飞机 为啥破降 然后机长出来 拿着把吉他 女士们先生们 飞机之所以破降 是因为 我不想上 我动的还没你 你带以后 我哭了 别换一粗粒 乘客也蒙了 这是为啥 然后旁边出了一个空姐 因为乘客都是垃圾 这个视频放出来 大家肯定都看得津津有味 哇 这个机长跟空姐 太好课了吧 我再感谢你们 我为什么要接在机库里面 谢谢周启末 三 二 一 请锁票 Tory请坐 周老板超演 简直就是嘉宾表演 周老板 你浓眉大眼的 怎么也玩上这些脏东西 杨立今天整这些脏活 我就忍啊 你最后的剧啊 你怎么也这样啊 学好不容易 学坏一出溜 我今天这个脸就搁这了 就搁这 不要 不要了 只能说我们观众朋友们 还是对我们很闲爱 对这个节目很了解 这些破玩意儿就是硬 那个娜姐笑得最开心的 就是周老板这一顿 是 确实是 确实是 就是有 让我觉得都爆笑的 我觉得是这个 因为我觉得 到目前为止 她是上来以后 我感觉气场最强大的 她一上来就 就觉得就是 全都是尽在掌控 谢谢 这是个艺术品 我跟到了博物馆一样 蒙娜丽莎的就是 对 我死了 到博物馆 对 我觉得就是周老板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 特别厉害就是在于 你感觉这不是段吧 这就是你生活之中 那个眼前发生的事 他只跟你说了一遍 然后你就会觉得 我怎么就那么好笑 我特别喜欢 我也喜欢周老板说的这些 就是他在生活当中 这些司空见惯的东西 我真的是坐飞机的时候 真的脑子里会 你会出现很多的那个 那个吐槽 很多的那个想法 但是他就能够找到 我们那个共鸣点 对 为什么演员们总说 周其默是脱口秀 天花板呢 就是因为这些 鸡毛蒜皮的事 大家都讲 但是经常你会发现 比如他上次讲完装修 演员们看完了 就觉得我这辈子 就不会再讲装修了 因为讲的最好的版本 已经出现了 对 就是很厉害 如果没有最后那段 脏活的话会更好 我觉得那个也不早 那个不早 那没事 没有那段收不住 收不住 好 周其默是现在的第七位演员 那么我们即将要产生 第一位晋级的朋友吧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目前的最高票数 是多少票 98 95 我觉得是他 我觉得是他 是他 或者杨树丽 哇 哇 哇 96 96 或者是谁呢 大家要知道 满票是100票 现在最高票96票 非常好的成绩 让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位晋级的朋友是谁 我的妈呀 太刺激了吧 这 我们觉得是周老板概率最大 然后杨栗第二 应该又在他们两个人之间 产生一个晋级 一定是他 所有人我们那六个百几个手 周老板 周老板 达到了自己的运气 至于能不能晋级 是第几个晋级 我没有想到那么多 谢谢我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恭喜秘宫 恭喜秘宫 秘宫要拿冠军啊 周老板 恭喜秘宫进入进进去 加油 加油 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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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很有可能啊 大王 赶入大王身上了 他是征服了所有人 他已经把所有想要 看这场演出的人 都已经征服了 那四个人肯定是 投票器坏了 就是